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我相信 祝我相信 一笔成就光顾我的 往事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 他在圣宅找人来做神的额旅 在基督里赐着福音同为圣后子 同为一体同梦应许 祝我相信 祝我相信 相信你的爱 你的应许 祝我相信 祝我相信 一笔成就光顾我的 神爱世人 神祭舍了 他独舍乃至 为我们作望 为只是罪人的正义 祝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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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成就光顾我的 你已赐给我们全兵千大奢协 胜过黑暗全是光破坚固的引力 我里面的生命打过赐上的一切 谁能使我与主爱可绝 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 相信你的爱 你的允许 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 你必趁着光顾我定 你必趁着光顾我定 你 生命打过赐上的一切 各位身外的弟兄姐妹 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日崇拜 今天我们崇拜要讲的题目是 天国门徒的呼召第四讲 请大家听我读下面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1到4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及他们权柄,能赶族污轨,并医治各样病症 这十二个仕徒的名字,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 唯有他兄弟安德里,沙匹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肥力和巴德罗买 多玛和瑞利玛一泰,阿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 粉与党的西门唯有卖耶稣的家略人,尤大 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卡他们权柄滚轨 《勞家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仕徒 请你和我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祈祷 召恩主,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现在的时间 让我们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声力,自由的运行 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打开心桥,明白你的话语 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揀选十二个门徒 那如何开始揀选呢?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祈祷之后 才来选招他的门徒 这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勞家福音》六章 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叫他的门徒来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 耶稣是神的义子 应该知道很多事情 因为天父可以告诉他 他是神的义子 他是不是已经预知他的门徒是谁呢? 十二个,到底是哪些? 他是要选的呢? 如果他已经预知了 为什么他现在要祈祷? 他祈祷是为什么呢? 他求什么呢? 他祈祷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是一个圣经思想的问题 在这里我提供几个解答 第一,耶稣在选招门徒前的祈祷 祈祷是为我们留下信服的绑约 主耶稣要选门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 表示什么呢? 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选择人 而是要信从神的旨意 他成为一个信命的人子 神的义子 又是人的义子 他信服上帝的主权 他信从神的旨意 你说他已经是神的义子 他已经明白神的旨意了 但是他这样的讨告代表什么呢? 他是有肉身 他身为人子 他为我们留下绑约 他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为了我们身为人类 我们人都应该按照他的绑约 他的行为去做事 耶稣在这里要拣选他的门徒 拣选这些人来接受他的训练 或者是拣选学生之前 他先在上帝面前去祷告 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就显示出 他拣选门徒是出于神的义子 是山上的义 耶稣在山上 他是明白神的义之后 或者他知道神的义 但是他在山上祷告 让我们看到我们凡事都要寻求神的义 以神为首 照着山上的样式 这是第一 第二 耶稣祷告显示在面临重大的事件之前 都是要与神沟通的 因为拣选门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看到耶稣在人生的过程 有很多重大的事件 耶稣都会祈祷的 譬如耶稣在抗野祷告 面对魔鬼的试探 路加福音四章一字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导抗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抗野里面四十天禁食祈祷 面对魔鬼的试探 这是很重要的大事 耶稣受试探 第二,耶稣在山上祷告之后 就下海行走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祷告 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 被浪妖陷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途那里去 看到耶稣 在海上这么重要的一个大的神迹之前 他先在山上祷告 都为门途 在海上遇到海浪 遇到暴风 非常困难 耶稣在山上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的信心祈祷 然后耶稣在海上走 行一个很奇妙的极大的奇迹 摩西大以色列人 过海和海分开 都是很大的奇迹 但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是从来没有人试过的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 第三 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 鬼灭形象 老教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说了者说 以后愿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约翰、约翰 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 结白放光 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 面容改变了 我们说这是灯山变象 所以在山上做什么 是祈祷的 他要将身体改变 面容改变 这个这么重大的事件 要在门头看到他是神的义子 而且看到他是胜过死亡的 身体都可以改变 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要在山上 在神面前祷告 在祈祷的时候才可以发生的事 第四 耶稣在哈西玛利园的祷告 是为了面对十字架的死刑 我们看到耶稣的受试探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 耶稣是身体改变的 灯山变象的奇迹 然后面对十字架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字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哈西玛利 就是橄榄圆 摘橄榄的意思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 祈祷 祷告 耶稣去祷告 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和死亡 而且同时为患徒祈祷 希望他们不要跌倒 要为他们信心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些重要的事件 在山上祷告 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 第三 耶稣祷告显示 他是为了候选的门徒 预先代祷的大祭司 耶稣的祷告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 他就为这些候选的门徒 预先为他们代祷 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九节耶稣的祈祷 耶稣说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 所以耶稣是为 神所拣选的门徒祈祷 耶稣为他们代祈祷 为他们祈求 耶稣说的 这就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 是为候选的门徒 预先代祷 第二 耶稣在选招门徒前的祈祷 是要照山上的样式 来建造属灵的汇幕 耶稣上山祷告 然后选拣门徒 这个举动是什么呢 是一个山上的样式 来建造汇幕的一个举动 第一 摩西为了神来建造这个汇幕 怎样建造? 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彩及记》二十五章四十字 要谨慎作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是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汇幕 每一个配件 而保罗建造教会就是以仕途为根基 以及以基督为防角石 所以耶稣在山上 祷告 按照神的旨意 来建造属灵的汇幕 属灵的圣殿 而门徒 耶稣所选择的就是根基 就是这个建筑的 圣殿的根基 基督自己就是防角石 所以保罗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爱人和客女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仕途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 漸漸成为主的圣殿 听不听到 你们也靠他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圣灵的居所 是一个属灵的圣殿 是一个属灵的汇幕 第二点我们看到 耶稣对门徒的选招 是要使他们尚与他同在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 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尚和自己同在 第一 耶稣要门徒尚与他同在 是要他们与他同行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在磨难之中 尚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耶稣要门徒 要上上和自己同在 要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 主耶稣会经历很多患难 很多磨练 是要门徒都能够同时一起经历 同主一体同在 又一起同行 又一起同受挑战 磨练 甚至乎同受苦难 当然了 都同享受专为和欢乐 第二 耶稣要门徒尚与他同在 是要他们为主作见证 如下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 你们也要作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耶稣解说门徒来 就要成为主的见证人 要见证主所说的说话 所做的事 所以才有福音书写出来 初期教会的信徒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而且他要去到各处为主作见证 所以主的门徒 是一个为主作见证的门徒 第三 耶稣要门徒尚与他同在 就是要他们蒙主保守 我们看到了 二幻福音十七章十二节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与主同在 蒙主保守 蒙主护卫 但是有一个保不了 其中 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 那个犹大 他不与主同在 他离开主 所以他灭亡了 雪橙主十八章十节 保罗都经历主的同在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盛里 就是哥林多盛 我有许多的百姓 所以保罗全都 都有主的同在 所以得蒙主的保守 所以我们都要 尚尚与主同在 得蒙主的护卫和保守 第三 耶稣选招门徒 是要猜献他们去传道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尚和自己同在 也要猜他们去传道 第一 我们看 耶稣要门徒宣告 神的国近了 传什么道 传天国的福音 马太方十章第七段 叫他们随走随传 随走随传 说什么 天国近了 他们所传的道 就是一个天国降临的道 天国快来了 今天我们 都要为主 快点去传福音 传天国的道 因为主要快回来了 末世已经来到了 末日就快要来到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期 我们要快点 热心的 来传让 天国近了的主的道 主的消息 第二 耶稣要门徒 成成实实的去传道 我们看耶稣自己 就是一个榜样 耶稣成实传道的榜样 六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连奸世 那些恶人坏蛋 要捉耶稣把柄 都这样来问耶稣 他说 夫子 我们晓得你所说 所传的 你所说所传 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爱贸 乃是成成实实传神的道 这就是耶稣的见证 耶稣是一个成成实实传正道的人 而保罗也是成实传道 他有留下好的榜样 他说到后书二章十七节 保罗怎么说 我们不将那许多人 为你混乱神的道 乃是由于成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 憑着基督讲道 保罗是成实实传道的 而不是为了谋利 今天很多人谋利 为你混乱主的道 骗人 就是做假东西 这就是很弊 所以异端 很多邪教 都是骗人的 假的 就是为你混乱了神的道 最可怕就是今天 教会里面 都是有些人 为了来混乱主的道 令到神的道 不能清晰 令到人跌倒 令到人看到 哇 教会怎么是这样的 基督教怎么是这样的 基督徒怎么是这样的 哇 牧师怎么是这样的 神父怎么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因为 没有专心 诚诚实实传主的道 所以令人跌倒了 这也是末世的一个现象 第三 保罗是要把神的道 传得传臂 看到 《高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 给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 传得传臂 所以 保罗说 我做执事是做什么呢 是要把神的道 传臂的传到出来 不是 只是传片面的道 所以我们听道 学道 传道 不可以只是片面的 只是某一些的道 有些道就不讲 不听 不学 是要全面的 全臂的 全臂的福音 全臂的神的话语 神的道 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整体的 整传的学习 然后分裂 穿港 全阳的时候 都不要平面 核责 是要整传 第四 神的道是永存的 这里是彼得前书所说的一章二十三节 所以你问梦了 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潑上传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 都尽都如草 他那些美荣 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丢卸 唯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 所传他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所以我们传福音 这个福音的道 是永存的 花是会丢卸 草是会枯干 这个世界万有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 时间都会过去 连我们的健康都会过去 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 但是 神的道 从紧固到永远 由现在直到日后 永远永远是长存的 使不掉的 神的道 坚毅 不移 没有人可以将神的道 敌党和毁灭 所以我们看到 高科技的时代 在云端 在网络里面 神的道 依然是快快的去 不断的 24小时的传播 这个都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道 无处不在 没有一样东西去阻挡 第四 耶稣选了他的门徒 当时赐给他们一个 管轨的权兵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他们权兵 能管车污轨 给他们权兵可以管轨 第一 我们看 耶稣赐门徒管轨的权兵 是要叫他们为主真战 原来跟随主 做主的门徒 是要进入一场属灵的真战 是要打仗的 跟随主是要当兵的 做一个属灵的 基督的精兵 所以我们要带起什么 基督的全副军装来打仗 谁是仇敌 魔鬼撒旦就是我们的敌人 路加福行十章十九节 耶稣说 我已经给你们权兵 可以潜塌 射和蝶子 又升过受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看到耶稣 他看到撒旦堕落 好像闪电一样 然后耶稣 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兵 然后他将权兵 是伺给门徒 特别是能够 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兵 这个权兵有能力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可以胜过受敌一切能力 魔鬼撒旦就好像蛇一样 好像蝶子一样 蛇是狡猾的 蝶子是恶毒的 狡猾和恶毒的 仇敌就是撒旦 这一切的能力 我们都可以靠着神 主耶稣给我们的权兵 去胜过 端没有什么 留开你们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跟随主的人 有坚定的信心 因为主赐了给你有权兵 这个你必须要知道 你既然有主给你的权兵 就要怎样 要在你打仗 要将兵器拿起来 将神的话语 圣灵的保健 来对抗魔鬼撒旦 你对他 吩咐他走 叱咤他 叫他离开 他就离开了 当然要奉主的名 当然你自己要认罪悔鬼 你带了罪的 你自己有亏欠的 你是没能力的 第二 耶稣刺客门徒 赶鬼的权兵 是要他们释放被捆绑的人 被什么捆绑 被罪捆绑 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好好记忆十八十八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在地上要捆绑什么 捆绑魔鬼撒旦 捆绑罪恶的根源 但是要释放什么呢 释放犯罪的人 释放那些 认罪悔改的 当然 那些犯法的人 要捉起他 是吧 成之于法 但是法 是不能够捆绑住人的心灵的 但是魔鬼呢 是会捆绑人的心灵 用罪来捆绑人的 所以我们是要释放人心灵的捆绑 让人心灵得自由 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 这个才是真自由 那一个人呢 能够得到主所赐的自由 释放 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的话 他就不会犯法啦 就不会犯罪啦 是吧 所以呢 今天也有一些牧师 去监狱里面做监狱报道 因为他们虽然是坐牢 但是呢 他们的心灵 灵魂 都是需要得释放 都是得自由的 所以有些 奸犯 在监狱里面信耶稣 他的心灵是得自由得释放 有些人虽然没有坐牢 很自由 但是呢 他是活在罪恶之中 他又很厉害去行这个法律啦 怎样犯法都不会被抓 那他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他活在罪的里面 他是被罪捆绑 被撒旦所捆绑的 所以他是没有自由的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运用主所赐给我们这个 这个管轨的权兵 是要怎样呢 是要捆绑魔鬼撒旦 捆绑魔鬼的作为 然后呢 叫人从罪的里面释放出来 从被魔鬼的捆绑 核制之中释放出来 从恐鬼里面被释放出来 所以这些工作 就是管轨的工作 这个就是需要有主所赐给的权兵 才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第五 耶稣选了他的门徒 是要猜险他们医治病症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吸他们权兵 能管车污鬼兵 除了管车污鬼 还有什么 医治各样的病症 我们看看 第一 耶稣要门徒 靠神的能力去医病 你说 蛤 跟随耶稣要做医生吗 你看看 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疯的 结症 把鬼滚出去 白白点得来 也要白白点捨去 各位兄姐妹 跟随主不简单 耶稣所描述的门徒 要跟耶稣学什么 学医病 甚至乎行神迹 叫死人翻生 叫大麻疯 当时的麻疯是绝症来的 你看到癌症的病人 让他得医治 赶鬼 刚才说了 然后百百得来百百舍去 这不简单 要好好地跟随主 在主身上得到权并 得到能力 才可以做到这些事 所以我们看到 医病 是靠神的能力 不是靠自己 靠自己一定做不到的 但是医生 他们有医学的知识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 生死 是长在神的手上的 医生 都是按照上帝 给我们的智慧 科学的研究发现 然后呢 才延续 保存人的寿命 但是人的生命 长短 都是在神的计划 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学习 以靠神 靠神的能力 所以当时的门徒是 靠神的能力去医病的 在当时来说 没有那么多医生 所以很需要神迹 很需要神医 现在很多医学进步 都靠医生了 反而我们很少见到神迹 神医 但是不等于没有 神的能力 在耶稣的时代 到现在 都是存在的 第二 耶稣要门徒学习 靠信心的讨告来医病 马帝福音十七章十六节 我带祂到你门徒哪里 我带祂到你门徒哪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祂 因为有一个小孩被鬼附的 哇 真的 你挣扎 他爸爸带祂到耶稣面前 就问 为什么 你的门徒不能医治祂 我带祂到你门徒那里 所以表示怎么样 门徒都是不断学习的 门徒不是为了跟耶稣 就可以医病管鬼的 也有些鬼管不走的 比如这个 爸爸带着这个子 就是这样 所以当耶稣 趕走这个鬼 医治好这个小孩之后 门徒就暗暗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趕走哪鬼 门徒就开始问 我们都跟你学 跟耶稣学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 遇到这个小孩 哇 这个鬼我们搞不定 他的病我们医不到 耶稣就说 是因为 因为你们的信心 是 原来跟信心是有关系的 虽然耶稣给我们拳兵 但是你运用权命的时候 都需要信心 来将权命运用出来的 信心不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 若有信心像一粒 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拿到哪边 他也逼拿去 哇 很重要 这叫做芥菜种的信心 就是你有信心和没有信心 很大分别 然后有少的信心 你要怎样 要培养的 你信心小 不要紧 但是你信心小 是要成长的 芥菜种是怎样 是有机物来的 有机的东西是怎样的 它是会发贷的 它会成长的 它需要怎样 需要私肥 需要阳光 需要空气 需要水 水分 是吧 你需要培养 信心也是 我们需要有少少的信心 但是你要听神的话语 有神的宵观 有营养 有肥料 是吧 有神的培养 栽培 要让你细细的信心是怎样的 越来越大 芥菜种的信心发大之后 就可以怎样的 可以移山 这个叫移山的信心 由芥菜种的信心 成长到怎样的 去移山的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呢 是需要培养的 需要训练的 需要学习的 不是说你有就有的了 并且你们 每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 就可以怎样的 可以做更大的事 山都去移开 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做得到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讨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是吧 耶稣又说回头 你们 为什么管不到这只鬼啊 祈祷不够啊 所以要禁食来祈祷啊 怎样禁食祈祷就可以啊 是专心啊 啊 就是你专心 你才去管他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呢 遇到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 没有信心 第一 第二 信心小 不是没有 有 但是很小 第三呢 我们有信心 不愿意接受 栽培 训练 学习 是吧 没有经过 神话语的囂观 没有对神的认识 和知识 所以你的信心 一路停留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 这么小的那个阶段 你没有成长 没有突破 没有更新 没有更大的经历 跟着怎么样啊 我们不专心 我们祈祷 没有力 没有花工夫 花时间 去祷告 而祈祷怎样呢 要专一 要专心 要集中火力 重要呢 是要同心祷告 是吧 要门徒一起 同心的禁食祈祷 那才可以呢 为主 来将这个很难管的鬼 管出去 让这个人得释放 得医治 所以呢 我们看到 门徒是需要靠信心 祷告来医病 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 他们都是学习到这个功课 他们是靠信心 祈祷 来医病的 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些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吹信心的祈祷 要救哪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忘卸面 所以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对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依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上去看到 这里是讲到 初期教会的长老 领袖 门徒 他们是怎么样 是为病人抹有祷告 是专心的 是凭信心的祈祷 啊 因为有信心的祈祷 主就叫那个人 起来了 就救了病人 人犯了罪 因为他代祷 那个人悔改了 就蒙得赦免了 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 要互相对求 那我们就可以得医治 所以毫无阻拦 没有罪的阻隔 大家彼此遥述 彼此认罪 彼此代求 同心祷告 这样子 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那你是一个 神所减损 神所喜悦 是神所选招的 主的门徒 有主的权并 有信心 有同心 有专心 又热心 又有爱心 哈哈 信心 爱心 热心 专心 同心 全部都是这些心 加在一起 集中火力 才可以为神做大事 我希望门徒的选招 第四港能够借着今天的讯息 鼓励你成为主的门徒 好好的学习 为主作功 荣耀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 好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祈祷 参加恩主 我们多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 借着主对门徒的呼召 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 要让我们看到 我们跟随主 要成为主的门徒 要运用主赐给我们的权柄 憑着信心 来为主作功 医病管轨传道 让主的名得荣耀 让主天国的信息 能够大大宣扬 让我们等候主的再来 感谢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命 阿们 好 圆主 慈福给大家 各位参加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要崇拜 现在来到我们家事报告的时候 第一项我们很开心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现在不年轻了 做了爸爸 叶伟文 雷文叶夫妇 在2月5日 生了个儿子 叫阿赦 阿赦 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 以色列的支派 愿神赐福给他们一家 那就是神 執事会已经在昨天 在网络上举行 我们讨论的事项 我们会恢复 做停车场实体的圣餐崇拜 会在2月2月底 我们会公布的日子 主一 十点半 我们会有实体的圣餐崇拜 我们都商讨了国语堂的圣餐和崇拜 希望能够有同步的 Zoom的 这也是我们周社会所讨论的事项 还有一项 感谢神我们教会 三十年了 那我呢 田牧师都来这个教会 CABC多久了 二十年了 哇 希望有一个 教会三十年的堂庆 希望这个疫情快快过去 希望大家尽快能够在牛年 我们已经入了牛年了 虽然新年未到 现在立春之后 现在算是牛年了 我们是要改变 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转变 如果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 我们的堂庆更加热闹了 所以请大家 切切的 为这个疫情 能够快速掌控 得到控制 大家 都能够健康 快乐 教会 都是更多的新朋友 兴旺 那么就愿上帝 似乎被每一位 中心 在 无论在实体 或者是 网络 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不简单 好 那么 就 《信邦哀团》 将会在 2月的 19日 星期五晚 有一个 网上的Zoom 晚上7点半 我们会有新年团拜 请大家注意 我们提早进来 然后8点正 有《提摩太后书》 第二课 有《问候和讨告》 经文是《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一读七节 请顶尖宜预留时间参加 第四项 顶尖宜预留时间参加 请你打电话 626-353-429 过去奉献方面 就是请你把支票 直接寄来教会 教会的地址是 1108 Highland Avenue Dewarty CA91010 或者在网上做查询 来奉献 这实 我们上星期的网上 收到的 风险 和支票 所收到的总额是 2500元 所以请顶姊妹继续 为我们教会的 财政经费来讨告 希望我们都能够 在今年里面 有更多的奉献 为主做更多的事工 让更多人得到益处 希望大家在这个 防疫期间 依然都不可放松 不可大意 一定要很小心的 做好防疫 清洁的工作 好 愿上大日 此复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